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尼泊尔时报估计 在过去70年间 珠穆朗玛峰上已堆积了约140吨垃圾 这些垃圾包括登山路上的氧气瓶 食物包装和排泄物等众多类型 同时 珠峰登山者还需准备包括氧气瓶 帐篷等物资 通常都会雇佣当地的夏尔巴人进行运输 而珠峰南坡大本营到一号影地 这一线路上的昆布冰川是南坡攀登的第一个主要障碍 也是南坡登山地理环境最为复杂 危险性最高的地段之一 为了解决珠峰上物资运输和垃圾处理等问题 尼泊尔政府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 6月5日 大江Flycart 30运输无人机 成功在海拔6000米以上实现了往返运输测试 创造了民用无人机最高运输记录 据最新测试数据显示 大江Flycart 30在珠峰地区 飞行海拔最高6191.8米 6000米海拔地区可稳定载重15公斤 此次实测也为下一步规模化 常态化使用 积累了真实的数据与宝贵的经验 大江运载无人机Flycart 30于2023年8月正式推出 目前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 帮助用户解决了山地 暗机 应急 物流等多场景下的运输难题 今年4月25日至5月1日期间 大江运载无人机团队工程师 克服了高原反应 登山窗口期短 气候地形复杂多变等不利条件 在珠峰南侧大本营海拔5300米 及以上海拔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无人机高海拔飞行及运输能力测试 对无人机悬停 空载飞机 及载物飞行的高原适应性进行了有效验证 在气温零下午摄氏度 风力达15米每秒的飞行时段内 Flycart 30未经任何改装 就可实现海拔6000米左右的稳定飞行 并具备15公斤的载重能力 在载重15公斤 航线长度2.7公里 跋升高度700米的运输任务中 一次往返运输后仍余有43%的电量 极限爬升工况下动力预度仍超过20% 动力系统表现稳定且仍有上升空间 该测试由大疆发起 并得到了尼泊尔无人机运营公司 AirLeft国内专业摄像团队8KRAW 及想象尼泊尔登山公司的协助 在解决了飞行许可 设备运输 航线规划等一系列问题后 圆满完成了此次运输测试 值得一提的是 Flycart 30在产品设计时 就对各类极端场景做了优化 在刚刚结束的第40次南极科考中 Flycart 30还通过了酷寒的南极气候 和恶劣环境对无人机飞行性能的考验 大幅度提高了科学作业效率和灵活性 据悉 每年4月末至5月中旬 是从尼泊尔一侧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最佳窗口期 要在窗口期内完成 Flycart 30现场运输实测 并为常态化运输积累经验 大疆运载团队决定今年重点攻克 南坡大本营到C1营地段的运输 因为该线路有地球上最高的冰爆 昆布冰爆 它是南坡攀登珠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 也是南坡登山地理环境最为复杂 危险性最高的地段 有恐怖冰爆之称 人们常用致命和不可预测来形容它 尼泊尔当地知名登山向导 明妈G表示 昆布冰爆状况复杂 冰裂缝纵横交错 几乎每年都有登山队员 及夏尔巴向导在昆布冰爆里丧生 尤其是以提供登山协助和运输服务为主的夏尔巴向导 一个登山季可能需要穿越昆布冰爆多达30一次 以完成氧气瓶 瓦斯罐 帐篷 食物 绳索等物资的运输 高风险的工作环境让高原适应性良好的它们 同样面临着生命安全的挑战 尽管珠峰地区以支持使用直升机运输来减少运输物资的次数 但由于海拔和天气经常会出现调度不及时 不能飞行 不能降落或费用高昂等情况 而运载无人机在这方面优势明显 为物资运输补给和紧急情况下的救援提供更便捷灵活的方案 明妈G还透露 夏尔巴巷岛平均要花费大约6-8小时穿过昆布冰豹 每次最高负重15公斤 运气不好的话就容易遇险 去年它的队伍中就有三名夏尔巴巷岛在此丧生 而大疆运载无人机可以在白天或晚上 仅用12分钟就能在营地之间运送15公斤物资 这让他们看到了减少伤亡的新方案 这意味着不久之后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不分昼夜的把设备运送到CE营地 还可以用无人机把上部营地的所有剩余垃圾排泄雾运下来 我们不用晚上频繁穿越冰豹 不必忍受寒冷 它必定会拯救更多的生命 自创立以来 大疆无人机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迅速在无人机领域展露头角 并成为了全球无人机市场的领导者 据资料显示 大疆无人机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约为80%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70% 这种强大的市场份额和技术实力 使得大疆无人机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尽管美国试图通过立法和制裁等手段 限制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使用和销售 但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市场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 据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 2020年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90% 这表明美国市场对大疆无人机有着高度的依赖 美国无人机服务提供商联盟CEO维克莫斯估计 如果美国不能使用中国无人机 那么将有67%的无人机运营商倒闭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市场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我们都知道华为很厉害 在美国的高压制裁下没有屈服并且逆势而上 但美国的霸权在大疆这儿形同虚设不值一提 今年4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立法 旨在将中国大疆公司列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黑名单 从而扼杀大疆在美国的业务 目前这项法案得到了美国两党的一致支持 并命名为反中国无人机法案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制裁大疆无人机 来鼓励美国国内的无人机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国防部曾经试图寄希望于美国的期望科技公司 但其研发的3D Robotics不堪重用 失败之后就彻底退出了无人机市场 这下子好了 在硬实力面前霸权主义也不得不低头 明知不来就来阴的 于是美国又想出了两个阴招 第一个就是给大疆无人机罚款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 中国的大疆科技公司 被美国商务部以侵权专利的名义被罚 所开出的罚单 金额高达2.789亿美元 本以为大疆会在美国屈服 结果大疆回复 针对在美国遭遇的德士龙专利案 大疆也表示将进行上诉 坚决捍卫自身权益 后来这件事搁置了几个月 不了了之一分钱也没罚到 既然罚款不好使 那就加关税 不止要加还要加最重的关税 美国本以为这样就能够阻挡住 大疆在美的销售 只可惜 这次算盘又打错了 大疆直接选择涨价 把美国增加的关税成本 全部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 宣布涨价之后 美国民众慌了 他们害怕涨价之后自己买不起 所以纷纷选择在价格上调之前购买 由此美国也罕见出现了 囤大疆无人机的热潮 这让原本只在美国占75%市场份额的大疆 直接飙升到了85%以上 美国军方更是苦不堪言 因为美国大部分无人机都是大疆的 大疆一直在默默的更新换代 即便是涨价 美国军方也不顾美国政府的施压 该买还得买 在制裁的过程中 大疆每年的业绩都能翻倍 美国空军仅仅是购买 大疆无人机这一项支出 就需要花费20多万美元 估计拜登也头疼了 怎么对大疆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其实无论是这次的高海拔运输 还是不畏美国的强权 核心技术才是关键 这样别人想掐脖子也掐不住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 科技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付出 是他们的努力 让中国人挺起了肩膀 为华为大疆这些优秀的企业点赞 为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点赞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视频下方聊聊你对大疆无人机的看法吧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